一提起睡觉时流口水 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 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甚至认为睡觉流口水是因为睡姿不正确的原因 其实如果经常流口水的话 很可能是一种身体的问题 经常流口水可能是身体发生了以下这三种情况 一、患上脸部疾病或是中风 随着天气渐凉 如果没有做好保暖 让脸部受凉或者感冒 很容易引起睡觉流口水 如果发现伴有口角歪斜 眼睛闭合不严等情况 就要留意是否是面瘫了 因为流口水是属于中风的前兆之一 而且有一些高血压患者非常容易发生中风 如果平时经常性的出现睡觉流口水的情况 建议早晨起床后活动一下四肢以及面部 发现异常及时去医院检查 二、口腔疾病或是不良习惯 导致睡觉时流口水 还有可能是口腔卫生的问题 如果口腔卫生状况不好 很容易发生细菌繁殖的情况 饭后没有及时漱口或者刷牙 牙缝中的食物残渣会给口腔细菌提供了繁殖环境 容易造成蛆齿牙周病等问题 对口腔造成刺激容易造成睡觉时流口水 而且从小的一些不良习惯也是造成睡觉时流口水的一部分原因 比如啃指甲、土舌、咬铅笔头等会造成前牙畸形导致睡觉流口水 三、脾胃虚弱 脾主肌肉开窍于口 中医认为成年人流口水是脾胃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 如果经常出现睡觉流口水的情况 就要留意是否是脾胃虚弱的问题 因为脾虚运化失常会使嘴部肌肉弹力不足容易松弛 在睡觉的时候脾胃虚弱的人会自然地张开嘴巴形成口水外流 这也就是所谓的胃不合则卧不安 排除由于疾病所引发的流口水症状之外 在正常情况下趴在桌子上睡觉或者是斜躺着睡觉都很容易导致流口水 所以要看一下具体情况 判断自身流口水的情况到底是否是由于疾病所引发的